在鏡頭前扭腰擺臀 全球首富馬斯克是出了名的派對狂魔 之前就曾多次在自己的加州灣區豪宅 舉辦蓋茲比風豪華派對 但他卻在訪談中提到 這間房子有奇特現象 馬斯克位在加州北部希爾斯伯勒的大豪宅 占地約450坪 有7間臥室跟9間浴室和一個游泳池 但馬斯克卻說 這是他住過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 還說曾經聽過怪聲音 於是去年12月以3000萬美元 約9億新台幣賣出 而作為去年全美最高薪的執行長 馬斯克的薪酬高達3012億台幣 旗下第二名電動車商Rivian執行長 和蘋果執行長庫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馬斯克後面這13名執行長 收入合計只高於他收入的一半 全球首富的高薪酬 真的讓其他人都望成莫及 而馬斯克最近卻宣布 特斯拉的全電動駕駛系統 要再漲價 他想要在2週末 全自動駕駛價 從12,000到15,000 我心想什麼事 這應該要是完美的 這應該要做到全部 我應該要做到什麼 因為這應該要做到什麼 只有想要享用高階輔助駕駛的車主 恐怕得要多掏錢包 從財經新聞 終於來電話真綜合報導